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昭运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去大家庇头国 你看课本179页到这里 到处第2行 那前面说的啊 这个四种烦恼 那么这里主要就是在做烦恼的两大类说法 一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叫做堪秤痴 那一种是所谓的贱爱慢无名 这两种那因为有烦恼 我们才会照烦 那有烦我们才会有生死 有生死我们才会有苦 那三圣共法 三圣最重要的就是发出离心 然后要解脱这些生死苦恼 所以他要找到找到那个根本 那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见 那他这里有讲到 提到这个有所谓的三性 善恶无忌 那从回事学里面讲到 所谓的六四七四八四 前六四 这前六四基本上通三性 就是前六四是善恶无忌 都通的 前六四 前六四就是眼耳鼻者生意 前六四 通三性 三性就是善恶无忌 善 惡 根 无忌 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到底是怎么轮违的 第七诗 第七诗 他叫做有负无忌 第八诗 就是六诗 七诗 前六诗 七诗 八诗 他叫做无负无忌 那负就是善 故义的意思 那这里有讲 他讲有这四种烦恼 我贱 我慢 我爱 我吃 我往底下看 他说在这一解说中 称为我吃 我见 我慢 我爱 那老师就从这四个来说 他说本来没有我 看作有我 这个叫做我吃 阿含经里面来讲 无忌无我 你不知道 你却认为有我 我吃 基本上是无忌 由于有我的错觉 你认为有我 执着却有我 那么这个就叫做我见 那由于只有自我 而对自我有妄自尊大感 叫做我慢 不但妄自尊大 而且爱恋自我 叫做我爱 一切众生自我中心的活动 就在这种内在烦恼的特性下 开展起来 那这里现在说到一个生死的根本 其实就是我见 也因为这样 那么你断了我见 你就断了生死根本 所以出国的圣者断我见 就是生见 他就断生死根本 那他虽然断了生见 但是为什么还有生死呢 还有七次的生死 那是因为还有维系的我见 能不能断 这个叫做根本我见 好 那所以如果把这个维系的根本我见 也断掉了 那么他就灭返了 不再有如回了 那所以我们 我们要离这个生死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生死 生死的根本去掉 生死的根本就是我见 所以 为什么要观照 我运我 那如果你生死的根本没有断 不管你用多少努力 你都没有办法离生死 那这个是在找问题的根本 那么问题的根本找到了 然后再找解决的方法 好 所以 我们再看第二 在阿含经中 常见到这一系列的分类 拿人类来说 从烦恼而来的错误 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就是认识上的错误 第二个就是行动上的错误 那我常常讲 这个认识上的错误 跟行为上的偏差 就造成痛苦的结果 就会有这样的 好 那认识上的错误 佛法上叫做见 就是这里又把烦恼 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做见烦恼 一类叫做爱烦恼 那佛法没有什么 就是灭除烦恼 有烦恼就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苦 如果我们在生跟死当中 没有什么苦 那么其实你也不用害怕生死 那生是一下子而已 死也是一下子而已 问题是在生跟死之间 有非常多的痛苦 而且一直持续 那么不痛苦的时间不多 那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要领苦 我们要领苦 那所以生跟死之间 有老病 病症会害别人求不得 一下子这个 一下子那个 没有 没有不苦的时候 人 人还是苦乐参半 三二道 那就更苦了 那天好一点 但是终究 他不可能一直在天 还是会掉下来 在六道里面这样转 那这个是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要灭苦 那灭苦 苦是果 苦是果报 你没有办法灭除果报 就好像这水果已经成熟了 你没有办法说 退回去到还没成熟的时候 没有 那么你只能够让下一个 下一个要成熟的不成熟 你没有办法让已经成熟的不成熟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夜报灯就是已经成熟的果报 所以叫做应熟果报 那么这个已经成熟的果报已经在受苦了 你只能想办法让下一个将要成熟还没成熟的果报不要成熟 只能这样 现在的苦已经在受了 你也感受到苦了 那么你要身处一种心 就是我要灭苦的心 如果你没有这种心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对治它的 所以这个叫做出灵心 三圣共法重在出灵心 那么出灵就是要出灵生死痛苦的心 你这个心没有先伸出来 你不会努力 不会去想方法 就是你生病很痛苦 如果你没有感受到那种苦 受不了那种苦 你根本就不会去吃药看医生 因为看医生很麻烦 又要花钱 吃药很苦 又很麻烦 但是这个苦非常的大 大到你即使看医生的麻烦 吃药的辛苦 都不是不能叫做苦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 舍弃掉古运 那么忍受孤独 那么不去就是忍受被别人歧视的眼光 那么过很简单的生活 因为他要离苦 那这种心 就是你一定要先 你解掉这个世间 充满着痛苦 那么我们的生命中 充满着悲哀 充满着疑难 但是我们有机会 可以突破这样的痛苦 这个又是我们所谓叫做不信中的大性 只有人才比较有机会 其他的众生是没有那么多机会的 那你只要成为轮回的一份子 不管你现在好不好 那么结果都是不好 因为轮回就不是很好 你只是暂时好 就算你生到飞翔飞翔的八万大节 够长了吧 那你还是要去掉下来 掉下来又是长久的理会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才要寻求离苦的方法 那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才发现佛法是真正可以离苦的方法 好 那这里把烦恼 那现在不是说你要离苦就离苦 苦是一个果报 那要从因 所以才会讲菩萨为因 就是重点在那个因 有那种因 就会有那种果 不要有这种果 你就不要有那种因 所以有因有缘世间止 有因有缘世间灭 有因有缘痛苦会形成 有因有缘痛苦会消除 所以我们都要从这个因上去着手 那这里讲到因 基本上最主要生死痛苦的原因 就是烦恼 烦恼里面最主要的就是 这里讲的果见果爱果慢果吃 好 那认识上的错误叫做见 这只要有正确而坚定的误解 就可以改正过来 那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 观念上的错误 认识上的错误 我们叫见反 那时候叫见波 第二个是 行动上的错误 称为爱 我们叫贪爱跟无名 贪爱为父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为有众生 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要把握正确的见地 就是先要有正确的见地 就前面 那么在生活行为上 实实照顾不断模念 才能改正过来 所以有的说 知知匪奸行之为奸 好 那么这个是在讲什么呢 一般我们又讲 贱烦恼 爱烦恼 讲贱莫 讲施莫 那么贱莫跟施化 前面导师说 贱烦恼 贱烦恼 你是观念的错误 那么知道就知道 那么 你一旦知道 你就可以改正过来 这个在经典里面 他说贱莫跟施莫 贱莫有贱烦恼 施莫 那一般有些叫 如鸣 贪烦 施莫 爱烦恼 那 那 那 在聚责论里面 他说到 贱莫 顿断 如 护士 讲这两种烦恼的 一个特性不太一样 来 这施口一破就破了 没有说慢慢破了 施莫 剑断 施莫剑断如偶斯 就是 就是那个偶 弄断了 偶断还会失联 所以没有那么快 完全断绝 那 这个 这个就是导师这里说的 那 观念上的错误 你只要认识了 那么就可以改正过来了 就好像你知道 木瓜原来是长在树上的 你就知道了 那西瓜不是 是成类的 那你知道就知道了 那 这个 这个 观念上的 观念上的错误要先导证 才能够 导证 行为上的 错误 偏差 如果你观念上不对 那么你行为一定不对 那这个里面 所以 他观念上的 老师讲的 行为上的 跟观念上的 老师后面先 他讲到 第一个就是观念上的 错误 第二个行为上的错误 那么这个是首先 所以他在讲 他在讲这个 讲这个行为上的 他先要把握正确坚定的误解 观念上 观念上 他是讲认识 老师是讲认识上 他先说是观念上的 认识上的错误 那么这一点要先拒绝 才可以 那这个就是巴正道里面的政见 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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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透过政见正思维而来 引发生行为上的 这个叫行动上的错误 所以他要先有观念上的正确 所以他要先有观念上的正确 那么才有行为上的正确 所以他讲 在生活行为中 时时照顾 不断磨练 才能改正过来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正与正业正命 就好像我们知道 有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了 不会今天知道 明天又不知道 那后天又知道 不会 你顶多只是忘记 你不会今天又清楚 明天又不清楚 不会怎样 但是你就算你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可是 你那种习惯性 你知道了 但是你还是改正不过来 你知道骂人不对 但是一下子还改不过来 要时时提醒自己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能再这样 这样以后会很惨 你知道吃这个垃圾食品不好 可是闻起来很香 很好吃 你还是受不了 再吃一次 明天又不知道 那么这种就是什么 这种就是 你观念上知道 但是在行为上 还没有那么快 所以你必须不断 要怎么样 要常常提醒自己 你没有提醒 你就会顺着你的习惯 知道是知道 就是做不当 我们常常学过 有这种观念 就是有这种问题 师父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 这很难做 做不到 其实每个人都这样 以前我也这样 知道是知道 可是 哪那么容易 你 所以这里叫做 知知 知知 匪迹 行之 违迹 知道不困难 做到才困难 那做到很困难吗 做到其实也不困难 为什么 你如果知道的很 你如果知道的很深刻 那么你就会做到 但是你知道的 还不是那么深刻的话 你就要不断提醒 所以要常常 常常要 常常要如你思维 要硕硕思维 那么你才能够 你不断强化你这种观念 这个叫做价值观 你的价值观 如果是建立 那么你就会依着你的价值观 每一个人要做什么事 他都是经过考虑的 这个事对我好 这个事比较有价值 你去自助餐 你去自助餐 那么自助餐有几百种餐 你不可能每一种都吃 那么你要挑哪些菜吃 那么一定是 凭你过去的今天 凭你的知识 或是凭你的感觉 第一个一定是便宜 如果你没有钱 哪个最便宜我就吃哪个 如果你有钱 哪个最好吃我就吃哪个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需求 那么来做选择的 那么我们这一生要做些什么事 我们会做什么事 比如说好 我们会造三业 会造恶业 那么恶业就算是不得已 你 好 举例来讲 你被骂 你要不要回他 他骂我 我要不要回他 那么这个 那也是你价值观中的一部分 需不需要回 我不回 我会被他看不起 会被别人笑话 那么你是基于这个 那如果是你不回 是因为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他是烦恼的 我不要再跟他一起烦恼 我不要跟他接二远 那也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取舍 那我们这一生中 我们这一生中 都在做取舍 我到底要这样做 还是要那样做 我到底要不要做 我到底要不要说 我们一生经常都在做这种取舍 那你的观念对你的取舍 就是趋向你解惑的 出世间的 就好像我们上次讲过 那你被欺负了 那你要不要回籍 那世间的人会觉得 如果我没有回籍 我没有反驳 我没有反抗 我会就被人家看不起 但是 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就是修行者的角度上来看 这些就是我们 我们世界为什么要讲烦恼 因为这些是造成我们生死痛苦的灭灭 如果我跟他回籍 那么我跟他一样 跟他造生死灭 跟他一样起烦恼 跟他造灭 我自己本身要受苦不说 我还要多生累劫 跟他纠缠不清 我为了一时吞不口气 吞不下这口气 我多年累劫要受苦 我要不懒 我要不懒 所以他就不要了 所以不同的观念 就会有产生不同的奇闻 那你要从观念上下手 你如果只是克制 我不能做 我不能做 我如果打他 我就会被他高抓去观 不是这样子而已 你只是强烈的克制 克制不了多久 你要从观念上打这个 你心里面虽然也觉得苦 但是 我不跟他计较 我现在就受苦 但是我跟他计较 跟他没完没了 那么我受的苦更惨 划不来 不值得 不值得为这种事 为这样的人 为这样的行为 让我长期受苦 我以为我自己的事要做 那么 我要努力做那些事 而不是努力来做这样的事 你看 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行为 那么一天 每天都有 你每天都有取舍 可是你的取舍 就好像 你心里面只想着赚钱 你的取舍只是 这个能不能赚钱 会不会害到人 会不会有后遗症 会不会有副作用 你是不考虑在内 可是 如果你的观念 是把这个 会不会伤害到人 对我有没有真实的利益 考虑在内 那 能不能赚钱 也考虑 但不是最主要的考虑 能不能够帮助到别人 那三圣共法 第一个核心的考虑就是 有没有向解脱 那大圣当然 他有更深远的考虑 能不能够帮助到你 那实际上 那三圣就是求解脱的人 他基本上在意的 在意的就是我的烦恼 有没有消除 我有没有起烦恼 我在哪件事 哪个人身上起了烦恼 那么他在意的是 我要 我要怎么消除 他预防烦恼 消除烦恼 控制烦恼 他重点放在这里 所以才会讲 勤起戒定位 食灭贪圣事 重点就是这样 那 我们一定会起烦恼 因为我们有烦恼 一定会起烦恼 那 这个是问题 但不是重要的问题 而是 你有没有看清楚你的烦恼 那 你有没有真的要离烦恼 你有没有想到烦恼的过患 那 有没有要处理 那 如果你有 那么你就 你就会想办法 你一定会想办法 那 如果没有 那么即使 人家提供你办法 你也不愿 要做不做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观念一定要先釐清 正见正思维 要先拒绝 然后 然后 不是 你知道就好 没有 因为这里有一个观念 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佛教徒都有的 其他宗教也有的 所谓这里讲的知之匪奸行之为奸 那就是 我知道 但是 我做不到 我想做到 但我没办法做到 不是我不要做 是大家都不让我做 就是说 条件不允许 因缘不具足 大家不同意 这一定会有这种情形 我也是学佛 学来的 我知道 我在家也做很久 刚开始学佛 都有这种情形 然后会给自己找很多光源 塔网的理由 告诉自己 我做不到 是正常的 我不能做 是应该的 因为我是反复 因为我有烦恼 而且不是我这样 大家都这样 好像大家都这样 你的烦恼 你的过失 就被允许 就正常 不是 大家都这样 所以大家都受苦 所以你要跟大家不一样 就是当大家在受苦的时候 我可以不受苦 那么你如果想要在跟大家在果上不一样 你必须先在因上不一样 大家做不当一回事 大家不把起烦恼当一回事 我当一回事 大家都做了几次做不好就算了 因为没办法 因为没办法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这是我们最常说的 没办法 不是我不要做 是根本就做不当 不是我不想做 是我做不来 因缘不具足 业障重 烦恼重 人力弱 没办法 不得已 所以 就只好维持现状 你必须要打破这样的 打破这样的观念 因为你有这种观念 你就没有办法处理 是没办法的 痛苦会一直持续 因为业果是很公平的 他不管你高矮烫松 有钱没钱 他只管你 你做了 你就要这样 你就要这样做不好 不管是善 不管是恶 不管你什么时候做 不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所以你知道了这样的道理 你就会努力 想办法 就是第一个要常常告诉自己 我要做到 那么 找到方法 第一次做 做不来 没关系 因为他这个不容易 但因为不容易 所以我更要努力 你有这种观念 我告诉你 一定可以 有些人就会觉得 因为不容易 所以我不用白费力气 因为做了也没办法 做了也是一样 不做也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不是 当你努力的时候 他就会渐渐渐渐 慢慢可以做得到 就是 这前提是 你一定要常常的提醒自己 常常的告诉自己 要不然真的 就是 到底都知道 实际做不到 这个 这个是 我以前也是这样 真的 现在有一些烦恼 还是这样 我们也是有烦恼的 不可能没有 你说出家就没有烦恼 烦恼又不是头发 听到就没有 对不对 哪有可能出家就没有 出家烦恼才多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不是 这个烦恼多不多 跟出家再加没关系 但是出家的境界多 可能比较会引发烦恼 是的 但是现在出家境界也多 现在的出家 就是以前的出家不一样 所以 这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对峙烦恼 我们现在讲到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 见烦恼跟爱烦恼 那见烦恼是观念上 那观念上的知道就知道 你不会再不知道 但行为上 想要做到 就常常做不到 就有这一种 你虽然知道 也想做到 但 就是常常做不到 这样几次晚反之后 你就会干脆就不要做了 就是 你会告诉自己 我姻缘还得到 那所以 所以 没办法 我烦恼比别人重 夜战比别人重 那我善根比较弱 当你这样告诉自己的时候 基本上是半放弃了 不可以这样 我告诉你 学果你只要这样 你就很难有长进 你一定要常常告诉自己 希望老师这里讲的 要怎么样 实时照顾 不断磨练 所以要不忘念 就是 你不要把你知道的东西 忽略了 忘记了 要实时照顾 实时取行 所以这都鼓励 你用实时取行 要彼此修行 要彼此取行 这个 即使在佛教的生团里面 也是这样 叫做什么 相教相见 或相教相见 我们要 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自我取行 但是有时候 我们会忘记 你有时候 病人 要彼此 常常互相提醒 做错了 做对的 你应该这样做 这个要叫 你不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是不好的 这个要多见 多见 要常常互相提醒 那最重要 你要养起一个习惯 要自我提醒 常常自己告诉自己 你从佛法中学来的 常常要意念 常常要意念 让它想清楚 那如果你没有想清楚的话 没有很间谍 想到很清楚 其实很容易忘 就是它不是你生命中的部分 它只是偶尔飘来的一片 一下子就不见了 如果佛法是这样 但是如果因为你常常想 常常想 常常想 你习惯想 它就不是 它就是 它就是你生命中的血液 跟着你的心一起跳动 它不是偶尔遇见的你 不是的 那么你必须把佛法 就是反复思维 那么落实在生活 这样不断的操作 不断的操作 我常常讲 基本上 三年你就会有成果 十年 它就会定型 你说 那么久要十年 我告诉你 你 你没有这样修 你十年 烦恼定型 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必须要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因为不容易 所以要特别努力 那你当你养前一个习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自然而然 所以我们家叫做死则勉强 中则太乱 刚开始要带一点勉强 勉强自己 稍微要勉强自己 久而久之就不用了 你习惯就这样想 你不用特别如理思维 自然就如理思维 这个 你习惯就顺着那个思维去思维 你基本上 这时候行为上的错误 就越来越少 心无能力 即使有 一下子你就察觉 把它灭掉 就是说我们学佛一定要有 要有 察觉烦恼的能力 跟灭除烦恼的能力 因为你如果没有先察觉烦恼 控制烦恼 然后消除烦恼 你是没有办法 你会察觉痛苦 但没有办法消除痛苦 所以大部分的佛教徒 拜佛 拜观音菩萨 拜菩萨 拜菩萨 共佛 共菩萨 念经 念咒 希望佛菩萨 让我们没有痛苦 我直接告诉大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 佛菩萨是告诉你 怎么解决痛苦 它不是里面 它就帮你消除痛苦 你的痛苦又不是佛菩萨给你的 现在里面 它看你顺眼 把它给你的痛苦收回去 你就不痛苦了 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佛法 佛法是灭苦之道 离苦的方法 那么所有的苦都是自作自受 那既然是自己造的苦 那么只有自己能够消 解灵排虚信仁人 是你把灵刚打上去的 你才知道怎么解 佛菩萨不过就是告诉你方法 就是必须要你自己去解 所以学佛不要迷信 也不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佛菩萨发大慈悲心 然后看到我的痛苦 看到我的虔诚 看到我的可怜 那么赶快帮我消灾灭苦 它看到了你的痛苦 它也看到了你的可怜 它也想办法帮你消灾灭苦 但是它只能告诉你方法 那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大部分的人也知道 有一部分学佛的人也知道 但是他经常习惯 他会觉得 我也很想像释迦摩尼佛这样 我也很想像观音菩萨这样 我也很想像佛菩萨这样 但是 我没那么厉害 我不是观音菩萨 我不是地下菩萨 我不是释迦摩尼佛 我就是凡夫而已 我只能像现在这样 自己把自己什么 化地自现 我没那么厉害 我也永远不可能有那么厉害 所以你就一直生死了 你必须要有 学佛就是要跟佛一样 你说我学佛 但是我不跟佛一样 那你叫做学佛 所以你必须把 因为这个是很多学佛的人 都没有弄清楚的观念 那么他总觉得 我比较差 我业障重 我烦恼重 我智慧薄 我没办法 我不可以 所以我做不到 如果你常常 这个就是习惯思维 这个就是习惯思维 那么如果 你有这种习惯思维 那么在世间 你不容易成功 再出世间 那就难乳登天 那就变难了 就变难了 如果你的观念换过来 你是怎样 我现在虽然做不到 但我可以学习 我相信我没有比别人差 我现在虽然做不到 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可以跟诸佛一样 因为缘起的法则是这样的 没有自信的嘛 所以你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你只要建立一点 不管遇见多大的困难 你都可以过去 不管你曾经起过多大的烦恼 现在有多纠结的困难 你都有信心把它消除 不管时间多长 我都要做这件事 不管费多少力气精神 我都会做这件事 而且我一定会做到 我可以做好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我发现 我出家要30年 我发现不凡在家出家 一遇到烦恼 我就举白起头起来 那遇到别人的烦恼 就什么呀 就开始穿战斗服 要去战斗 跟别人的烦恼战斗 跟自己的烦恼 都举白起头 我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种人 我个性就是这样 我生下来就这样 我听太多了 我就是这样 这种就是你自我局限 从这里看 其实你会受很多苦 你现在虽然受苦 但是你一直有要你苦的心 我告诉你的苦 不惨 你一定会减少 你就算再笨 也会变聪明 这个奴家也有想 人人一之几百之 人人十之几千之 果仁如是 虽柔必强 虽余必至 佛教里面有一个 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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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看书的时候 你知道他第一次拿到什么 拿到的是 好像是维世的书 维世的书很难看 他看不懂 你知道他怎么想呢 如果我们看不懂 我们就不看 拿一本 比较简单的来看 当然这也是方法 但是他不是 你看 他看不懂 他想 我为什么看不懂 那我们想说 我佛法不太懂 看不懂是正常的 那以后就不看 或是 或是 就觉得佛法太浓 不是我这种人可以懂的 你不看了 他不是 看不懂 我一定要把他看懂 天天都拿到那本书 就像上厕所 你拿到那本书在看 天天想 天天看 天天看 后来被人失专下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 不是 他有这种精神 他有这种精神 韩国有一个 韩国有一个 叫做车四岁 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他考那个驾照 考了八百多次的样子 我说八百多次 我提示我往来 八百多次 我们如果考三次 考不过 我们就起五牌的 是不是 他不要 他一定要考到过 这种心 如果拿来学果 这个真的是解脱也不难 那我们面对烦恼 一定要有这种心 主事大德讲 如一人一万人战 很辛苦 很辛苦 挫折感也很重 但很值得 我本身有对自己烦恼的经验 真的就是主事大德讲的 他们今天也是这么说 礼拜 礼战礼拜 每次都打输 每次都输给烦恼 明明知道不可以 但是烦恼一起 没有什么可不可以 只有我高不高兴 没有可不可以的问题 那后来你会想 哎呀 又忏悔 又在佛菩萨面前忏悔 希望佛菩萨听我忏悔 我以后不再犯了 又讲 还是在犯 就想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可以放弃 你一放弃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你要常常告诉自己 所以才会叫你要修行之前 要发四红试验 烦恼无尽试验 烦恼无尽试验 哪那么容易断 可是其实这只是开始 开始比较难 但是你如果只要 第一个你有细心 要坚定 要不退转 我告诉你 也不用很久 真的 你慢慢就会见到效果 有一些好像可以 慢慢 但是也没有办法说 每一个烦恼都可以 慢慢慢慢 开始有信心 开始有信心之后 力量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这个时候 你有绝对的信心 就算我这一生不能解脱 我终有解脱的时候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 像这里在讲见烦恼 爱烦恼 那么 导师这里说到 就是说 行动上的错误 这个是 要把握正确的见地 就是要先有观念的正确 然后在生活行为中 烦恼不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升起的 当然打坐也会 不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升起的 不是你在佛堂 在试验的时候升起的 大部分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遇见恶因恶缘恶人恶事 你才升起烦恼的 你也不会无缘无故 当然也会 但是大部分也不会无缘无故 就升起烦恼 所以你必须在生活中 容易起烦恼的地方 要实时提醒 起了烦恼之后 刚开始是这样 要起烦恼之前 没有没有预兆 没有征兆 起了烦恼之后才知道 后来慢慢就 而且知道之后 还久久不能平复 这个烦恼维持很久 但是慢慢就 起了烦恼 你马上知道 不会说起了烦恼 还不知道 还一直在烦恼 还一直忍生气 这个人怎样怎样不好 怎样 而不是看到自己的烦恼 还一直只是看到别人的烦恼 后来没有多久 你迟迟提醒自己之后 你就起了烦恼之后 你不久你就会知道 再进一步 起烦恼当下你就知道 再进一步 起烦恼之前你就知道 再进一步 你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些事 这些人起烦恼 因为这个不值得烦恼 其实这就是个过程 但是你自己真的是要把这些话 把这些观念要想清楚 你有心 有心就有力 有力就能办大事 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受到了近期 这一些观 就是佛教界有一些观念论了 现在是末法 你再怎么修都不可能得解脱 这个断烦恼如断事实理由 这不是你能断的 所以我们就干脆都不要断 因为干脆都不要修 为什么 因为 你再怎么修也不可能得解脱 末法 最多只能修福报 不能修解脱 不能断烦恼 断烦恼 唯有到极乐世界到净土里面才能断 在说佛世界是断不了的 那既然断不了 那你用那么多方法都不能成就 那看见不要了 唯一就是求往生 然后到阿弥陀佛那里 断烦恼就变成这样 所以佛法也不用堵 也不用修 唯一要的就是赶快灭火往生 那么就可以 断烦恼就有旺 解脱就有旺 迷苦就有旺 到极乐世界去也不会受苦 现在不受苦永远都不受苦 但是现在我只要努力 那么憋住 那么尽量不要造业就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这样是错误的 就算你要到净土 要到极乐世界去 你现在都要休息 你以为到极乐世界去 坐着就可以成佛 坐着就断烦恼 没有 极乐世界的人也是五根五毕七觉之八正大 也是这样 他们也是听听文法 也是修行 你没看到极乐世界的人 极乐世界的人也会起烦恼 他起烦恼怎么办 他起烦恼他就听闻佛法 用佛法来消毒他的烦恼 一样啊 一样啊 他是带着烦恼去的 他又不是没有烦恼去的 假设你升到极乐世界 你一样要像在枢果世界这样休息 你在枢果世界不休息 你认为到极乐世界 就能够成就 或者是不可能的 而且不要说 不要说到极乐世界 当然那些有诸善之事 但是你这种观念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 那这样因为很多人都受到这样 这样的观念的影响 导致很多人不听见不闻法 他的修行就是念佛文 那这样的观念其实 你要解脱很难 你要离苦很难 你要往生老实说也很难 因为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讲得很精准 要往生要具足四个条件 第一个发谱的信 这个要往生的很多人都没有 没有发谱的信 第二个要修诸功德 修诸功德 把话接触回来 那你都没有 正你建业的证明 你都没有 你第三个 第三个才是 才是专精念佛 第四个回向发愿 一般只做这两个 就指齿明昊 然后回向发愿 只有两个不能求 好像你要出国 你有机票 你有护照 你有签证 不能去啊 飞机不飞 你也不能去啊 一样啊 所以你说 那我有钱就能去 你有钱 你有钱 你有签证 你有签证 你有机票 你有机票 你有护照 你又不能去啊 少了一个都不能 你少了两个 你还能去 你也不能去啊 但是很多人 其实就是不闻法 也不知道道理 所以 所以 他一直想往生 但是没有办法往生 那有一些是 一直想离苦 没有办法离苦 因为也是不知道道理 他以为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就会救他 念地藏菩萨 那么不管你照多少页 那么地藏菩萨 就会把他从第一拉出来 你那个骨盒卡放在地藏菩萨旁边 地藏菩萨就时常会照顾你 去哪里都带着你 哪有可能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都 就是我们现在 学习的佛法偏调 不知道佛法的本意是什么 那这个其实就是观念上 认识上有错误 佛法是 佛法是帮助你解脱的 可是你所认识的佛法 有错误 你怎么可能解脱 怎么可能离苦 不可能 这个其实很重要 那知道了之后 知道了之后 那么一部分要努力 一部分要坚持 那一阵子过后就好了 真的 所以一般来讲 知之匪奸 行之为奸 那其实 其实你要有心 都不艰难 何况未曾佛告 不会艰难 所以要有这种心 但是一般人 就会这样觉得 在重返入圣时 就是你已经证出果了 叫做超返入圣 你已经证出果了 那么断了部分烦 断什么烦 断三节 身见借尽其余 断这三节 正出果的人 出果是圣者 那出果以前就是凡夫 凡跟圣 一般我们叫四双八变 那出果 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出果断三节 就是他断除这三种烦恼 主要是身见 身见就是我见 就刚才讲 我吃我见 我爱我慢 这个断掉了 这个是生死的根本 那另外一个就是借俊其见 借俊其就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很多观念上 认识上的观念上的错误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借俊其见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有苦 你却认为我念我 就可以灭苦 那你有烦恼 你却认为我念心烦恼 就会消除 我有病 我念中 病就会好 这个叫做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我修苦行 我就可以得解脱 我有病 我就能够得解脱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因果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这样不能解脱 你却认为这样可以解脱 这样不能灭苦 你却认为这样可以灭苦 这样不能有智慧 你却认为这样会有智慧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 以前我刚学过的时候 我觉得智慧很重要 我想要有智慧 我们怎么做 不是文师修 智慧是受文师修 我们怎么做 我们拜文殊不少 念虚空占众 念一念 就觉得会有智慧 后来出了家 觉得 就换了一个方法 觉得念波勒金 会有智慧 就天天念波勒金 那其实智慧怎么来的 智慧就是文师修来的 你念什么金都会有智慧 只要你独立思维 如果你抱着这种观念 你念什么金都没有智慧 就是你不独立思维 你不闻思修 你不实践 你不多闻 多闻了不独立思维 思维了不实践 所以我告诉你 你是没有办法 获得这种智慧的 这个其实就是 非因基因非果系果 都切尽其切 另外一个是疑 疑就是对佛法不理解 这个是对因果 因果的道理不理解 这个是对佛法似地的道理不理解 苦情面对的道理不知道 他说 重返入圣的时候 就正出国的时候 断了部分烦恼 这部分就是三节 但是还没有究竟 烦恼有非常多 他断了三节 是断了三个认识上的错误而已 但还没有就是生剑 他还有维系的生剑 还没有断 生剑还有 生剑就是我剑 我剑还有分别我剑 他断的是分别我剑而已 他还有那种习惯性 有我的那一种习气 那一种我剑还没断 还有贪生剑 所以恶果才饱贪生剑 还没有究竟 他叫做余慢未进 慢是什么 慢就是维系的我剑 所以他想维系的自我感 即因此而引起的自我重心活动 但是他说他虽然他不再会认为有我 因为他断生剑了 他断生剑了不再认为有我 没有一个神我自我 但是他还有那一种维系的自我感 那么如果彻底的断剑了 那就得到解脱 就算阿罗汉 阿罗汉才断 把这个慢断掉了 维系的自我感断掉了 阿罗汉断 色滩不色滩 调举慢无名 把一切烦恼都断掉了 那么就得到解脱 不过阿罗汉的习气还没有进 他虽然把烦恼都断掉了 但是还有习气 还有习气 舍利佛有称心的习气 难佛有贪心的习气 那这个毕临千国邪有慢的习气 傲慢的习气 所以有这种习气 不过这种习气 他没有恶意 他只是习惯性的 那习气是最维系的无名 一般叫做不染污无知 不染污就是不会有引起生死过患的 那如果这个也能断 那就是真正就近清静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